首先要先准备好一张纸 这张纸上面要有所有的问题 那目前我所使用的问题都是以WH文具为主 那每一个问题它所需要的字卡 这边都有 这是课本里面的字卡 所以只要准备好 然后放在旁边 如果你要用的问题是yes no文具的话 可能就要在字卡上面再动过一些手脚 那比较快的现存的方式就是直接用字卡 那一开始呢 我们要先找出各一张 OK bank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the bank Cola What do you want to drink? I want some cola And sunny How's the weather? It's sunny Hospital 地点已经用了 所以把它放到下面 Hungry OK How do you feel? I feel hungry 好 那请小朋友们 比如说两个人一组就可以玩了 那最多五六个都可以吧 我是让小朋友四个人一组或三个人一组会比较好玩 好 那首先呢 要请小朋友把这一列的字答案先记起来 记起来之后呢 要每一个人都记好了哦 那我们就先把牌盖起来 好 那请小朋友猜拳轮流翻牌 好 第一个小朋友翻牌 哦 这个是 bookstore 所以bookstore 应该是这边 那小朋友们要回答的不是bookstore 小朋友们要回答的答案是这一张 大家一起念 Where are you going? 然后看谁抢答出这张的答案 记得吗 刚刚的答案是 I'm going to the hospital oh sorry I'm going to the bank 如果答错了 这张牌就要充公 那如果答这张是bookstore 那他就变成新的底牌 好 那第二位同学就再翻译一张牌 抢答的时候是四个人一起抢答 Cloudy So how's the weather? 那看谁抢答答对咯 It's sunny Yes it's sunny 那我答对了It's sunny 这一个就是这一张就是我的分数 我就留着这一张当分数 那这一张Cloudy就要变新的 那假设有两个人答对 假设有两个人答对 都回到sunny It's sunny 那刚这张sunny就是我的分数 另外我们就会拍一张新的牌给他当分数 他也得到一分 我也得到一分 那就继续下一位同学 Library So everybody will say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the book store I'm going to the book store Book store So答对了 这张就是我的 那这张Library就变成新的 以此类推就一直玩 一直玩一直玩 然后到最后 等所有的牌都发完之后 中间其实会剩下像这样子的方式 有四张牌盖在中间 那大家就开始结算自己的分数 像我刚刚得到两分 那谁得到的卡片最多 And he or she will be the winner 这个游戏呢是改编自 满脑子番茄 希望大家会喜欢